今天我們會講到醫治的討告 我們上幾次講到趕邪靈的討告 我們今次講到醫治 又包括心靈醫治和身體醫治 兩樣的醫治我們都會講到的 你想健康嗎? 是啊 我見過有些人很長命的 有些八九十歲 甚至接近一百歲 不過是病了幾十年 有些人真的病了幾十年 他真的很辛苦 但有些人活到什麼時候 他一直都健康 像摩西一樣 真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所以求主幫助大家 我們本身有健康 心靈身體健康 並且能夠為人討告 別人心靈身體健康 這樣的話 你就自己享受生命 是吧? 這個是享受生命 又能夠給神的大大的使用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是渴慕的 渴慕 並且能夠帶著能力去祝福人 因為實際太多人需要 所以我每個禮拜 為人做釋放祈禱 都一定有些人來的 我希望你們每個禮拜 都有些人可以參與 一起來到福士祈禱 好了 我們之前都曾經講到一些 疾病的原因 我們一起拿一道 第一 與神關係的問題 第二 罪 第三 價值觀 第四 吸魔鬼留地墓 第五 負面思想 情緒 潛意識 內在誓言 第二 第六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與人的關係 有不同病的原因 第一 就是與神的關係 其實這個病 包括身體和心靈的病 與神關係不好 會有病 有些人說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神就是所有恩典的來源 有很多人覺得 沒有神 他都可以健健康地生活 的確是很多人都有的 但是與神關係 可以造成破壞 是因為神的恩典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因為他對神的埋怨 開心 抗拒神 他裡面 是可以產生問題的 那也都 整體人為何會有病 就是因為 與神的關係有問題 聖經有說到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和一個病治的人 就說 不要再犯罪 即是說 罪可以帶來 帶來身體和心靈的病 比如說 我們憤怒 怒人 不開心 煩惱 經常都要壓抑 這些都是罪來的 就會造成一個人的身體問題 其實你發覺那些病 多病的人 很多都是有情緒問題的 有情緒問題 多數都有某程度的病 你發覺很健康的人 很少是經常有情緒的 即是很健康的人 很少是經常都有情緒 你發覺負面情緒 和疾病很有關聯 價值觀就是一個人 如何體重某些東西 譬如有些人總是要體重 一定要結婚 神賜給他是好的 但他得不到 而他經常都怨恨 不開心的時候 可以造成問題 或是要一個人 我要給人看得起 我要有錢 當他得不到 他的心就經常都不開心 有些人 為何他想他兒女做醫生 因為他想做醫生 他做不到 即是他的心裡 經常都有這一種不開心 他唯唯不得志 他得不到 他想他的生命的發揮 這樣的時候 他一生都可以不開心 即是他的價值觀 其實影響了整個人 第四就是魔鬼留地步 魔鬼是很想破壞人的生命 有些人有邪靈 他們都說到 魔鬼就會跟他說話 叫他跳樓 還有有邪靈的人 他就發覺他很多懼怕 身體也有不同的毛病 有些人有邪靈 會造成很多嚴重的病 或者家庭裡面 很多人都有嚴重的病 這個都是可以給魔鬼留地步 帶來的後果 第五就是負面思想 情緒 潛意識 外在誓言 即是說 心裡經常都說 做人很差 做人很難 心裡時時都想負面的事情 也是造成問題的 有些人說 很難 世界很困難 人很多問題 怎麼不去負面想事情 其實這個是在乎你怎麼看的 有些人很窮 都可以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窮不重要 他覺得不重要 不一定要有善 他就無所謂 有些人被人逼迫 一路被人打 就逼迫 但他居然可以有平安喜樂 這個就是他怎麼看的 但他覺得 我雖然耶穌都被人打 真是很划算 那就發脾了 這樣的時候他就會受傷害 或者同樣有些同事 有些人的同事是不好的 有些人有同事不好 有些人會懂得 turn off 懂了他 即是不給他影響 那他又沒有什麼受影響 他一樣照開心做工 但有些人他就會很煩很煩 那就是怎麼看的 其實不好的事基本上 很簡單 《興多達症》裡面講到的方法就是 不好的事要不要 不要 垃圾要不要 不要 負面說話是不是垃圾 是垃圾 那些不要要 你不要當它一回事 用一個比喻 即是瘋子佬 罵我們 我們要當一回事 不需要 但我們不要說人是瘋子佬 即是很像瘋子佬的說話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同樣罪人的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同樣困難也不用放在心上 同樣困難也不用放在心上 那有些人說 我真的很困難有病 那為什麼不放在心上呢 同樣你有沒有見過一些 人又病又老 他很輕鬆 我時間不多了 不要緊 沒所謂 有一天都要離世 尤其是耶穌 我快要去天堂 我很開心 有一天我就去天堂 他跟他有病 但另一個就很煩 哎呀 我一世事奉主 又回教堂 又奉獻 你搞到這樣的病 神都不愛我 這樣埋怨的時候 就有很多問題 其實在乎我們怎樣看 還有怎樣把那些不好的事 turn off 在你的心命中 你發覺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turn off 而是經常收好的東西 神的恩典 神的愛 還有有人對你好的 你就感謝 還有欣賞 還有珍惜 不要覺得 失了朋友就失了朋友 這個又失了朋友 你這樣失了就失了就會沒有 其實有些人真的 可以幾十歲沒有好朋友 為什麼 因為他一個這樣失去 他不懂怎樣有好的朋友 但是我們經常祝福人 你就會越來越多好的朋友 那就是這些負面的先上 情緒 經常覺得 被人罵當然不開心 這個是很自然的 不過不開心多久 不開心幾秒鐘 因為幾年 那被人罵 心總會不開心 不過問題你是多久去處理 你就說 他經常罵人 或者我有錯 他罵得也對 那我應該認錯 所以就是說 不好的東西 他罵我 罵完 是不是我要繼續不開心 不用的 可以放手 好了 我有錯就改 如果我沒有錯 我又放手了 不用讓他認可 那你的心就不用 有負面程序 或者困難 有困難是怎樣的 有病 在病之中 就休息 還有不斷依靠神 有一天真的離世 在這段病的時間 我都是榮耀神 都是依靠神 神就起越了 這樣的心態 我自己都做了這樣的準備 有一天 我不再這麼強壯 現在我習慣這麼強壯 我記得那時候的牧師 以前的老牧師 我們一起服侍 他就跟我說 他以前老了 他說 現在做事跟以前不同 我現在都是一樣 做事是 經常都是這樣做 我覺得是有些不同的 的確是有些不同的 我已經差不多 六十五了 即是六十四 差不多 那就 用證明去看 就快兩元搭乘車了 這麼棒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原因 其實我最好停留這個年齡 最好 不過時間不容許我停留 但是我知道有一天 我不能夠做到同樣的事 即是有分別的 但是呢 我可以維持多久健康健康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有什麼大病 我就不會埋怨 神啊我服侍你這麼多年 一有大病 我就說 在大病的時候 依靠神 阿里律人 感謝耶穌 如果快要去天堂 我就快要去天堂 我就快要去天堂 你不用為我擔心 你為我開心 可以了 到時慶祝會慶祝 我就快要去 如果還未去 又辛苦 不要緊的 辛苦令我不斷地呼求神 還有感謝神 其實現在來說 痛症是藥物可以幫到的 譬如比較嚴重的 用媽啡 是可以把痛症減輕的 所以其實現在來說 是不用這麼擔心的 不過你覺得有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好像有一天 會令到這個人會離世的 是那個心態 你的心態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算你有痛症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不過如果說病 最難搞就是呼吸問題 譬如這些人 吃煙多 就是其他原因 令到他有肺癌的時候 這個是最辛苦的 因為他是呼吸困難 很長的時間 所以千萬不要吃煙 也都勸周圍的人 不要吃煙 就告訴他 吃煙的人是很辛苦的 最後的時間 因為有很長的時間 但是他呼吸是困難的 又到最後那段時間 是有幾個月是氣喘的 而到最後階段 是呼吸很困難的 當然最高的階段 它可以抵抗抗啡 它是完全昏迷的 但是沒有理由要去到這樣的位置 除非它真的去到頂不住的時候 這是唯一的呼吸困難的人 可以得到那個困難得到釋放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保持健康 你越多運動 你一個人的心肺就好了 就像我現在這樣 跟人走山 走山後回來那些人很累 我又不覺得很累 我跟著就去打歌 反過來照樣是這樣的 神可以賜給我們這種力量 阿尼多人 我們的情緒可以影響我們整個身體 我們就處理了 就算有一天有病 我也不怕 不要緊的 總之在神的手中就可以了 潛意識有很多人 做夢都會有些不好的東西 在裡面做夢都是害怕的 我以前小時候發的夢是害怕的 我小時候因為被打被罵 發的夢是害怕的 但現在發的夢是平安的 就是真的可以 潛意識裡面是開心的 那人發的夢都會 在裡面潛伏的都是正面的思想 那你怎麽可以有這種正面 一起來就是神在愛我的 阿尼多人 咬了耶穌 多一點時間 開心笑 其實就算你 不是勝利充滿了喜樂 你就是想到 有一天我會去天堂 哈哈哈哈 你花了樹木這麽漂亮 哈哈哈哈 其實你看到周圍的市民 你發覺農夫是很少有精神病的 在田地工作的農夫是很少有精神病的 其實你看到自然界真是很漂亮的 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 蝴蝶啊 花啊 那些鹽啊 樹葉都很多種 是很漂亮的 周圍都是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雀鳥啊 是很多很漂亮的 那這些呢 你欣賞多一點 你就說神啊 你真美好 你的潛意識就會開心的 你說神創造這些一切 因為神愛我的 還有內在誓言 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 啊 我是整個壞的了 我沒有用的了 這些呢 一點都不能說的 就是 不要裡面說自己沒有用的了 不行的 沒有人喜歡我 是深層的 神真的祝福我們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與人的關係 譬如那人 整天都夜睡的 夜睡一定不好的 因為為什麽呢 我們有個時鐘的 我們應該十一點睡覺 或者十點半睡覺 雖然有很多人做不到 但是你盡量接近 那有些人說 我不習慣 不習慣那那怎麽呢 你就不會睡之前 你站在那邊放鬆 放鬆了 習慣放鬆 就算你坐下 也很鬆 不要緊張 事事都是這樣 祈禱還是很放鬆 啊 啊 全身都鬆了 啊 我們嘗試跟著我 啊 啊 放鬆 放鬆我的身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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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做一會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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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啊 啊 我感謝耶穌 耶穌愛我 耶穌 我愛耶穌 就是一個愛的交流 神愛我 我又愛神 你又可以代祷的神 祝福這個世內 這麼多人愛你 這麼多人信耶穌 這麼多人生命改變 啊 信你多人 但如果你想幫你睡覺 你就盡量放鬆 享受神的愛去愛神的 有沒有覺得平安輕鬆舒服 有 你就是每天這樣祈禱 祈禱半個小時 然後這樣上床 你長一點都可以 不過就是說 起碼半個小時 你的果效更加明顯 你看開坐下 那你就會更加明顯 看得到 你會睡得好 如果你半夜醒 你睡不回 你又可以這樣祈禱 你會睡得好 你會睡不回 你會睡不回 你會睡不久 力氣便會更快 你會睡不回 你會睡不著 你會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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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恢復 怎樣恢復呢 譬如有時候我坐車 我瞎了眼睛 很快 一會兒那些精力又回來了 這個都是一種方式 即是因為人放鬆 你有機會 其實中醫說一句話都是好的 當你很睏 譬如你做了一些事情很睏 當你上班就不行了 你在家裡 你很累 忽然間很睏 無論你躺在床 或者你躺在那裡 睜一睜 睜一睜 這是幫你的身體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你很累的時候 你立即休息一下 是幫你恢復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身體就會恢復 即是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還有你吃的東西 交往 譬如有些人很猛狀 經常都猛狀 經常一說話 就說很多人說 哎呀 那些人怎麼壞啊 三哥六哥 你說這樣的話 其實內心會不會平安幾落呢 一定不會 一定會影響內心 所以不好的話 不要說 有人說 我都告訴你 我明白 我知道 我聽到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那個人是這樣 好了 我們不如想下一步 我們怎樣處理 不要停留在那些人的 不好 我知道他令你開心 不過再想都沒有什麼作用 這個生活方式就是說 我們不容許負面的東西 停留在我們裡面 好了 為什麼很多人祈禱之後 這次仍然問題重複發生呢 因為他很多問題沒有處理 就像這些血管那樣 他膩膩的很不舒服 祈禱了 哇 居然神跡地通了 但這裡通了 那裡還有很多塞 已經是長年的食物 其實我們很多人吃很多肉類 其實在身體裡面積聚很多這些 脂肪呀 毒素呀 其實人是應該吃多些生蟲 生果呀 生蟲 生果和菜 其實如果是有機能的生食最好 或者有皮的生果 如果你削了皮 因為皮把那些 有些農藥可以隔開了 譬如蘋果呀 那你削了皮 然後吃呢 其實是好的 就是你每天都吃 但又不要吃太多的生果 因為生果有糖 太多的時候呢 糖分太多又不行 就是你每天都吃生果 吃菜 尤其是生的菜 是健康的 幫你的血管通了 那我自己又發覺呢 神又做了一些很奇妙的 醫治的食物 例如其中一個是蒜頭 蒜頭很便宜 蒜頭是很特別的 這個其實是很特別的 就是有時神讓我認識一些人 其中一個人我認識 他跟我說 山東人喜歡吃蒜頭 他說山東人很少心臟命和中工人 而那時候呢 大約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十幾年前 我內中呢 在這個頭上高呢 我就發覺有閃一閃的感覺 就是血管 好像有閃過 那我就覺得有些 就是不知是什麼 我跟醫生說 他說這些呢 都很難說的 就是除非你去做個大檢查 那你看一下什麼東西 又要做個手術 就是都挺麻煩的 那我才知道這個人 他就說蒜頭有幫助 我就吃 他就說吃生蒜頭 不過我發覺呢 煮個一下都可以的 煮個一下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 熟熟了它 就是看熟熟到什麼程度 那然後呢 吃的時候呢 你就要留意 就最好吃多些飯 在口裡 整個口都煩 又把蒜頭放進去 又咬咬咬咬咬咬 一聲吞 吞了之後 馬上又吃幾口飯 就把蒜頭的味蓋了 那但是呢 我都發覺呢 那些蒜頭呢 就是可以煮熟一點 都有這個過效 那我就發覺呢 沒有了 那個問題沒有了 就是說這個呢 都是一個神創造的 很奇妙的 那另外一樣呢 這些我是完全 這些都不是有什麼產品介紹 不過這些是天安食物品 那我就 曾經有一次 又認識一個人 他就講到小蜜草 就講到呢 有人有癌症 他的妹妹是有癌症的 他就 那個醫生就說了 就是他那時候呢 要抬去看醫生的 那呢 就過了一段時間 他呢 在那段時間 他就炸小蜜草 送小蜜草 其實是有賣的 不過小蜜草買呢 在香港比較麻煩一些 是有方法買的 那如果你買呢 就不在香港買 香港買到就貴的 就是有方法買的 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你可以問他 那他呢 那他呢 就說他妹妹又吃 喝那些汁 每天都喝 然後他又跑步 然後他那天去找了醫生 那醫生說 你怎樣抬他來呢 他是跑步來的 那醫生說 有可能跑步 我已經想著他不行了 他就是吃小蜜草 一路呢 他的癌症 就是總之沒有變差 身體變得健康 那我自己吃呢 發覺吃了沒多久呢 忽然間那些腸胃 沒有那種激的感覺 以前我吃了飯 是有一種激的感覺 那這個 其實有不同的健康的食物 是神賜給我們的 我們感謝神 神是真是很有心的 你會說 那個朋友很有心 神真是很有心的 他又做很多好吃的東西 又做一些食物 是醫治我們身體的 他真是很有心的 他做好很多東西的了 不過人很多時候 不懂得用神創造 那麼多好的東西 就是說很多人 他有很多問題 心靈 身體 很多問題 他祈禱 他可以一下子佛得舒服 但因為他裡面 積聚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需要他 整個人處理 這次我們所講的幾樣 是想大家 儲然的處理 和神的關係 都是罪 價值觀 看重什麼 有否被魔鬼留地 負面的思想 情緒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同理 這些都會影響 任何一方面 有問題都會影響 所以如果有人 是激你的 你經常都激氣 這樣的時候 誰受苦呢 是自己受苦 那何必呢 他容易罵人 為何我要受苦呢 他罵人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那又說 他罵我 他罵我 我不會死 所以神經病會說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其實 有些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罵我怎麼樣 又不能死 不會死的 不用放在心上 就自然 這個問題就可以 你當然找方法解決 怎樣處理 但有些人是處理不到的 有些人是接受的 他是一直都罵人的 有些人他是可以處理到的 我們可以 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就是很多問題 為何那麼多人得不到醫治 因為他的問題是沒有處理的 聖經又說到 邪靈是可以帶來疾病的 路加福音11章14節 就說到雅巴的鬼 可以叫人雅巴 還有不同的邪靈 就是怎樣給邪靈做工 就是扮偶像 或者接觸靈界 或者有些人覺得 不能夠說邪靈 邪靈太厲害了 或者會聽到邪靈的聲音 其實這件事我聽過 很多人說過 我聽過了 他聽到邪靈的聲音 這個也是很危險的 或者被邪靈控制 這個更加危險了 這些都是 有些人去到一個程度 我認識一個人 後來她不肯接觸我們 是她媽媽接觸我們 她說她的女兒 經常說有個男朋友來找她 是她家裡的封住鎖住 不讓人進去 經常說有個男朋友去找她 她就不肯 即是說她媽媽說 這個不是人來的 是邪靈來的 但她裡面覺得很喜歡 她說世界上沒有人愛她 其實她媽媽很愛她 她就覺得這個邪靈 令她很舒服 有個男朋友 她很想得到男朋友 結果邪靈來搞妖她 我曾經為人趕邪靈 也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是看得到邪靈的影響 我試過有一次 真是可以說很搞笑的 其中一個人 我們跟她祈禱 她趕邪靈 她忽然間有些什麼事發生 她全部的S音說不到 譬如說 你兒子不兒子去開車 你兒子不兒子去開車 她說不到S音 是平時完全說到的 她忽然間那些動靜 即是那些聲音 我都見過有人在廣邪靈的時候 兩張眼是縮到中間的 即是兩張眼是不受控制 邪靈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可以影響人有疾病 這個馬太十一章十五節 十七章十五節 就是癲癇的病 那罪呢 耶穌也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即是罪一樣可以帶來邪靈的影響 或者帶來病 或者不同的影響 關於聖經醫治的經文 其實有更多的 幫我選了一部份 以賽書五十三章五節一起讀 哪知他為我們過犯受 為我們的罪欲而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兼傷 我們得醫治 好了 這裡說到耶穌為我們做了三件事 大家看到哪三件事 第一是什麼呢 第一是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第一是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欲 這是兩件還是一樣的 兩件 過犯和罪欲是兩件 這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第二是甚麼呢 因為精神 二件事 第二便有平安 第一便是聚得正面 第二便有平安 第三呢 第二事 第二乖 第二個平安是甚麼呢 應該講到心靈 所以這裡講到是靈 這個是靈 由魂 身体得意志 灵魂体得意志 三样东西耶稣都帮助我们 灵魂体得意志 感谢耶稣 《马康福音16章17》 讲到神赐给我们的权并 哪些人可以有神迹除了他们 信的人有神迹除了他们 就是我们奉耶稣灵赶鬼 还有手碗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权并 可以带来病的医治 可以带来祝福 虽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 祈祷不得医治 一会我会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一样有信心 神是会医治的 的而且我们时时看到有医治 不是一百分之一百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能力不够 而是有不同的原因 一会我会讲到不同的原因 另外的经文就是说到神定义 是祝福我们的 定义是医治的 耶利米书29章11节 一起读一下 《耶稣》说 只是当人继续犯罪的时候 他才会有这些后果 就是神定义是祝福我们的 不是将不好的给我们 有时候有些人不会这么说 我曾经认识到有些人 他说他很抗拒神在我们心里有奇妙计划 他说难道我离婚是神计划吗 我就会说 人的罪 人的离婚 人的问题 是人的罪产生 不是神产生的 而是神的计划 就是当你发生的事 他会祝福你 即是不是神叫我们犯罪 不是神叫我们家庭有问题 好了 还有神在我们心里有奇妙计划 诗篇139篇16节 讲到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多日 你已写在你的冊子上 你的冊子上 这个讲到什么 就是神有定义一个计划 而那个计划是什么呢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 宝贵其数 何等总多是祝福的 即是神会在心里冊上写 他病到贪贪腰 又不能动 什么都做不到 神不是写这些东西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不是出生 就 人呢 立刻就跟着有病 而是 当人 糟蹋他身体 没有照顾他身体的时候 他就有这些毛病 有些人说 哪有些出生有病 那这个都是人的罪 或者妈妈没有照顾好 那个怀胎的时候没有照顾好自己 于是呢 那个婴孩受了这个罪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神定义的 但是神又会定义 如何去祝福他 那这个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 深信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会写说我定义 选择他是有病 神的定义 是他虽然有病 我会祝福他的 这个经文就讲到 神的同胀可以叫人 第一 不用吃饭 不用喝醉 我不是叫你这样做 不过可以去到这个程度 还有 可以完全 有病 这个就是 在摩西身上 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二十八字 一起读一下 摩西就耶华那女 四十就耶 也不饭 也不喝醉 二十九字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 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骑 一耶华和他说话 就发你光 就是他呢 不用吃饭 不用喝水 四十就耶 就是神的同在 他的祝福就会这样临着 所以在神的同在 我们人是会更加健康的 是会更加好的 其实我自己呢 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加好的 虽然我发觉年龄大了 是有分别的 就是很明显有分别的 但是呢 我依然觉得是很神奇的 就是我身体的状况是 非常之神奇 他甚至他面皮发光 就是神的同在可以影响他身体 身体 他的面皮可以发光的 然后《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 很奇妙 摩西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芬花 精神没有衰败 哇 真是好 你恕不恕我 感谢神 我现在来说 不用大眼镜 感谢神 有没有老花 有没有近视 有没有软视 感谢神 多谢耶稣 还可以打球 哈利多亚 还打得很厉害 哈利多亚 还打几个球 多些 好了 得医治的方法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 辅导 就是我们帮助人 自己也就辅导自己 第一 辅导对方 第二 第二 带领对方亲近神 进入圣灵充满 第三 奉主明 憎恨罪 和决意离开罪 第四 奉主明 断转与邪力的关系 第五 奉主明 赶足邪力 和求主医治 第六 当有邪力将业的时候 不要怕 不要紧张 轻松 和有信心 地将邪 吹出来 第七 鼓励受助者 继续为自己释放 和医治 祷告 第一 就是辅导 辅导也包括处理 处理他的情绪 不开心的事 因为 你就是在祈祷 他觉得好 很多人都说 在罪会很舒服 回家又来过 因为他没有处理 所以辅导 帮他处理 然后 进入圣灵充满的状态 一路亲近神 相信神的恩典 这件事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 亲近神 进入圣灵充满的状态 然后奉主明 憎恨罪 和决意离开罪 即和罪 斩断关系 并因 憎恨罪 不喜欢罪 以及赶足邪灵 和求主医治 就是奉耶稣明 斩断所有和邪灵的关系 和 这里讲到医治 因为讲到身体的医治 就是 讲到邪灵之后 遇到求主医治 有邪灵的时候 不用怕 轻松地将邪灵吹出来 因为 我曾经说过 正如圣灵可以透过空气传递 吹出来 耶稣向门头吹口气 所以 因为圣灵创造天使 天使堕落变成邪灵 就是天使和邪灵的 都是来自圣灵的 所以 他有类似的地方 发觉吹气的时候 真的可以轻松吹出来 这个是从经验发现 正如我说到 张祥灵吹出来 但我们从经验发现 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但是 你用其他方法都可以 这个是我用的方法 由第七 就是鼓励受救者 继续为自己释放和医治 就是他没有 只是 这次祈祷 哇 好多了 但是回去 继续犯罪 或者继续烦恼 他的病又再来过 还有两种释放 悟性和灵性的 悟性和生活的一种释放 就是处理他的生命 这些我们曾经以前说过 我简直这么说 处理对神的看法 对自己的看法 即是心态我是宝贵的 不要说自己是弄的 处理人的影响 处理情绪和思想 处理同人的关系 处理对伤痛的看法 即是不会觉得 哇他以前伤害我 哇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原谅他 他这么伤害我 我没办法原谅 当这样的时候 谁受苦呢 自己受苦 这个是悟性和生活的 由灵性的祷告 一起读一下 灵性的释放 信不接受神的爱 长时间爱慕神 性灵充满 断绝与神的关系 信必能 圣过邪灵 奉主明赶邪灵 就是相信 和接受神的爱 事自爱慕神 进入圣灵充满了 转绝从邪灵的关系 相信能够圣过邪灵 又赶邪灵 都是求主射灵医治 好了 这里我又说 在地上没有被医治的例子 而这些人曾经医治很多人 首先 医治人的例子就是保罗 和《赤隆传》19章12节 有人从他身上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全呼吸 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他为人祈祷那么厉害 为什么他自己不得医治呢 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一定会医治 因为我们始终 人都有一天会死的 哪个人都好 多强壮到有一天 内藏都会有些问题 到死的时候 总是有些问题才会死的 这样的时候 不一定要找个原因 为什么 就是接受 人是可以有病的 神医治我们是一种祝福 而普遍亲近神的人 是可以有更好的健康 但如果真的有病的时候 不需要一定说是他没有信心 他犯罪 不用一定是这样的想法 但有些人说 因为有些人他很强调 一定全部是神医治的 他就觉得一定要说 神全部是神医治 那些人才有信心 但未必的 因为事实上圣经都说 保罗都有病 如果他都有病 其他人都有病 这样的时候 祈祷的而且 哪一个世界上最强烈的医治者 他都会有些人没有医好的 世界上唯一的医治者 是真的完全医好的 就是耶稣 圣经记住 门徒一样不是完全的医治 是唯有耶稣才能完全的医治 所以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 也曾经有人 我看过一本书 他就说 圣灵充满的人 你祈祷又有医治又没有医治 他说我们也是 那有什么分别 你也是 有些不医 我们也是 但是圣灵充满有一样分别 就是我们发觉 是更多人经历到圣灵 更多人经历到安慰和医治 更多人经历到广赤灵 这个的而且是一个事实 看到圣灵充满 其实有一个程度 耶稣就预传 什么都要了 我们人就有不同的程度 这篇经文就给我们看到 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有病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是神所爱的 另外就是提摩泰 提摩泰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因为提摩泰胃口不清 女士患病 所以不要照常看 水可以省眉肉 怎么走 二班分提 他实在是病了 《弗里比书2章二十七节》 几乎要死 就是说到病到那么重要 那他跟谁在一起呢 跟保罗在一起 保罗在一起 应该祈祷全部好散 一样有 所以我们不用觉得 一定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 特罗菲摩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 以拉都在高林多住下 特罗菲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尼多 留他在米尼多 就是他和我一起 留他和我一起 即是说 他都一样是 没有被医治的 所以圣经里面几个例子 就是说到 和保罗有关的 都是 有几个就是 就是保罗 提摩太 以巴弗提 和特罗菲摩 好了 赶邪尼都有程度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九节 那么就说到 门徒赶了 邪灵就赶不到 由耶稣在21节那里就说 至于这类的鬼 若不讨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门徒赶不到 耶稣说 这类的鬼你要禁食 讨告 然后才能够说出来 但耶稣也说到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第20节那里 你有信心 有一粒戒菜种 就是对者座山雪 你从这边来到那边 他在那边来 即是说到我们信心 可以有很大的能力 不是我们信多少 而是相信神能够的时候 神可以做很大的工作 那这个是告诉我们 虽然 人的而且的赶赤力 是有程度 即是能力是有程度的 圣灵因都也有不同的程度 但我们不需要担心 就是我们越有信心 越亲近神 是越可以有 越大的能力 所以 其实很多信徒不肯为人祈祷 就是说 让牧师期 等牧师去探祂 牧师不探祂为人祈祷 他就信主了 他就能不能用 这个时候 就会成本是牧师做的 自己都不去做 所以我们个个都可以去做 神的帮助我们 而醫治的能力是有很強的程度 就是和善良主五章十五節到十六節說到 走過的人只望那些影兒在他身上都得醫治 善良主十九章十二節說到人拿毛巾 手巾和圍巾放在保羅身上拿去 那些病人都得到醫治 而另一個情況是得不到醫治 就是馬太十七章十九節 就是為何這個人祈禱不得到醫治 這個人有癲癇病的人得不到醫治 即是有不同的程度 醫治和我們的能力是有不同的程度 關於身體疾病和醫治 我有這樣的看法 第一 有病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這個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有些人會這樣說你這麼久都有病 你當然有什麼罪 你快點悔慨 你快點想一下有什麼罪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 我們可以跟他一起 我們祈禱我們都經常悔慨 當然我都要悔慨 我們過去都要悔慨 就不要說你有病當然有罪 即是不需要這樣說 第二 不得到醫治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或者說他不夠投入 不夠釋放 不用說 我們只是鼓勵人 你更加放下重担 更加信教神 神可以更多醫治 不需要說你祈禱不得醫治 是因為你有罪 不需要解釋為什麼沒有 就是解釋怎樣可以更多人 第三 即使有強烈的同在 都有一天要死 我小時候有強烈的神同在 他都是一百二十歲都要死 第四 有強烈的恩膏和開放的心 更容易醫治 好像兩方面 好像矛盾 其實不是矛盾 這個只是說正面 有神的同在 還有有開放的心 是更可以得醫治 但是沒有得醫治 不是一定 不是聖烈的恩膏不夠強 或者他的信心不夠 可能是 不過我們不用告訴他 我們就引導他更多的親近神 好了 不得醫治不代表性命高不強 或者不開放的 第六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樣罵人 不夠開放 第六 活在神的愛中 和處理生命 更易得醫治 即是神的同在 神的愛 和處理生命 更易得醫治 第七 不處理身體的病 可以影響整個人 這是我們要明白的 如果病不處理 整個人都受影響 而病很多時候 就是情緒 煩惱 每天都睡覺睡得不好 或者打機打得很晚 整天到晚上才看Whatsapp 因為很多人就有這種習慣 那你要習慣 他不能死的 他Whatsapp不回覆他 到第二天還沒死的 你習慣我是不會回覆的 我要睡覺 因為你鼓勵人 晚安 我們快點睡覺 就是這樣 當人不處理的時候 是影響整個人 為什麼呢 身體健不健康 你想服事都服事不到 我曾經認識有人 他很有心事奉 不過很重 很重 關節有問題 怎麼去宣教呢 他有這個心 不過他做不到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還有另一點 可以同時討好和找醫生 因為有些基督徒 不要看醫生 不要服藥 那我又覺得呢 就是 聖經沒有說到你不可以 不過聖經說 你不要依靠醫生 知道醫治的是神 神可以使用藥物的 所以這個呢 就 比如中醫用的是 神做的山草藥 這些山草藥是有醫治的 OK 這裡呢 我們先看過的 我們簡略地說 第一就是輔導 幫他處理生命 第二 引導他放下不搖樹 傷害 世界的價值觀 不好的生活方式 還有愛慕神 進入神的同在 引導他在靈裏處理 和神和人和自己的關係 亦都可以討過求神醫治 但是不用經常說的 可以 就是說求神醫治 也幫他有信心 然後問他有沒有舒服 或者改善 他有的時候 馬上叫他感謝神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人 他很痛 在那個罪位喊喊 不過我要廣告 沒有辦法 即不能夠為他祈禱 又為他祈禱 因為他 我知道要長一點時間 有很多人等著 我就為了那些人祈禱 我就叫其他人為他祈禱 然後我為他祈禱 那時候我問他有沒有好一點 他說有 那我說你感謝神 即是感謝神 哇 不痛 從頭喊得很辛苦 喊得整個聚會都聽到 他是很嚴重的病 但是 當我們一有 覺得舒服 即是感謝神 他人更加好 好了 我們的醫治 我們要分清了 有如全的醫治 有局部的醫治 或者是改善 即是他有改善 已經是好了 那你告訴他 這麼短時間祈禱 已經鬆了些 那你就繼續多祈禱 你繼續多親近神 今天有好轉 你繼續每天都是這樣 在神的同在 好了 關於心靈疾病 我們會說心靈的醫治 心靈的病 比身體疾病更影響整個人 你身體有病 你傷風也咳 甚至你有嚴重的病 就算有癌症 不是代表一個人一定不開心 但是他有心靈病 即是說他一定有不開心 但是心靈病 即是說他已經不開心 才叫做心靈病 因為有身體的病 而他能够處理他的情緒 每天都說神愛我 他就不會有情緒病 但是當人有心靈病的時候 他是更加影響整個人 他的不開心 影響他的屬靈和神的關係 就是了 而心靈病我發覺 沒有靠耶穌 心靈病很難醫治 有很多人 他找心靈的心理醫生 他長期吃藥 但他只是依賴藥物 是禁住他 那些彰顯 大喊 打人 但他並沒有醫好的 有很少數是有醫好的 但大部分是沒有醫好的 所以用人的方法 會不會改善呢 會有 但是看到很多人 是入了那種情況 是非常難出來 是有些人是有改善的 有些人也都有 譬如有些好的活動 有些好的友誼 學習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有幫助的 但是神的醫治是更加好的 他裡面有喜樂平安的 是一個更大的醫治 第三 心靈疾病時是被人忽視的 因為覺得不重要 其實我認識有些人 他變成精神病患者 他起初就是擔心憂慮 失戀 不開心 或者經濟問題 或者被人傷害 跟著他整個都在想 那些人這樣對我真的不好 每天起床都不開心 就變成精神問題 所以如果你中間有些人 每天都起床就不開心 每天都有一段時間不開心 我鼓勵你來找我 去幫助 找我的時候 我都會 我們的學員一起幫你 讓你可以得到幫助 因為我們的學員 可以有這個經驗 好了 長期低層或者負面 是容易變為精神病 一去到精神病 是很難回頭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意志失控 是很難回頭 長期心靈病 都可以令患者混亂 和不能合作 以至難以醫治 即是他正如好像 迷迷懵懵懵 尤其有些人吃了藥 吃了一段時間 他人已經懵懵 很難合作 這樣的時候 祈禱難醫治的原因之一 因為他的意志已經很弱了 第六 如果患者願意開放心靈 看護神 醫治卻可以給身體醫治這麼快 當然不是說那些去到 迷迷懵懵懵 完全不能合作 那一種是很難的 原因 不是神沒有這個能力 而是他根本不能合作 你叫他祈禱 他都不能夠祈禱 的時候是困難的 他去到最嚴重的時候 先找耶穌幫助 但當他只是煩惱 不開心 憂愁 壓抑這一種 他肯給耶穌幫助 他可以即時有喜樂 我試過有一個 十九年狂躁抑鬱 他說他每天跟梳化合為一體 黏住 黏住在梳化上 起床 中午就起床 睡在梳化上看事情 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然後來到我們的床 一路祈禱 走的時候是充滿喜樂 回去做煮飯 家人是很驚訝的 神可以當一個人 他開放鬆 他肯開放 他肯跟著我們做 他真的可以整個人鬆 得醫治 因為身體的病 他的身體 還有一種問題 是需要時間 去恢復 但是他的心靈 他的問題在魂那裏 魂一鬆 耶穌可以即時將他的魂 醫治 所以為什麼呢 心靈的病 譬如起落 即他煩惱 低層那些 我都告訴他 這種情況 你肯聽神的話 是可以一定得到醫治的 親近神一定可以得到喜樂 一定可以越來越平安喜樂 好了 怎樣帶來心靈的醫治呢 第一就是輔導 幫助他 幫助他 幫助他處理 和神和人的問題 和內心世界 一定要處理 很多人怪別人 人家沒有幫我 人家對我不好 我家人對我不好 我沒有好的機會 這樣的時候 他將怪責了別人 第二 引導對方願意放下 不饒樹 傷害 世界價值觀 和不好的生活方式 凡是這些不好的 在魂裏面這些東西 所有的患念的東西 全部處理 為甚麼要搖樹呢 就是深信傷害你的人 其實比你更加慘 他們都要受審判 他們都很淒涼的 你連接他 其實他守候了傷害 於是連接他就能搖樹 他傷害有甚麼所謂 其實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不能夠放手 他傷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 他化灰我都記住他 其實自己受苦 所以他願意搖樹 這是最好的 第三 就是愛慕神 進入神的同在 強烈的同在 又引導他在靈裏 處理神和人和自己 內心的問題 這個可以需要很久的 為甚麼呢 有些人 我意思是耐 不是祈禱三個小時 那一小時內 可能需要幾個月 為甚麼呢 他一日處理 他爸爸 他媽媽以前 他媽媽以前 譬如他媽媽某一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有些人終於處理 有些人就很快 一下子 其實我媽媽都是很淒涼的 受到很多傷害 她就搖樹他 然後很快就可以 搖樹他媽媽 祝福他媽媽 那時候他就鬆了 有些人就不是 譬如說 丈夫 妻子 有一方面 對他不忠 很難搖樹 很難放手 那時候 就需要長的時間 即他一步一步去處理 而其中一個方法 第五 就是有時需要引導他 進入受傷害的情境 得醫治 那這種情況 不只是祈禱可以 你做一些簡單的 譬如散步 洗碗 就是你一個人的事 那兩個人都可以的 如果你跟那個人說 那個人幫你 跟你談 那我自己試過很多次 我曾經 其實我因為 被人批評 我就發覺 自己 那些困難過了 那些人已經不是和我一起 裡面還有一種害怕 那我就覺得不對勁 那我就 告訴自己 神愛我 我不需要害怕的 那我一直告訴自己 不用害怕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一路宣告神愛我 充滿喜樂 但是他一會兒又會有害怕 那我第一 就告訴自己 不用害怕 第二 我就想回令我害怕的人 其實他也不是很恐怖的 雖然他說我 也不是很恐怖的 其實我不用把他的說話 看得那麼重的 他說的說話 其實都 不是真的影響到我 其實現在我 神都在用我 神都在祝福我 所以我不用被他影響 我每天都這樣做 慢慢那種害怕 事免色就走了 就是處理這些情景 處理一些傷害的情景 然後第六 幫助對方持續對神有信心 每日親近神的力 每日處理內在心問題 因為這個不是一下子的 就是長時間的處理 他才能夠釋放到的 第七 幫助對方處理思想模式 和交往的模式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他有精神問題 或者這個情緒問題 他是日常生活都不行 他上班不行 他做很多事情不行 他跟人交往不行 沒有朋友 所以也都要幫他 他的思想模式 他處事的模式 和他這個跟人交往的模式 有些人是一輩子都沒有朋友 這些是需要處理 需要醫治的 其實怎麼可以有朋友呢 就是你更加祝福人 愛人 不期望什麼 經常對人好 事慢慢要有朋友 不是每個人對他好 都會有朋友 如果對你一個人好 期望他對你好 那個人可能會嚇驚 你對他好 那你又期望他每天都找你 他又覺得 為什麼你今天沒找我 為什麼昨天沒找我 他就覺得很大壓力 我要找你 要每次找你 我怕了 那時候就做平壓力 因為他期望 就會造成很難跟人的關係 第二把就是幫助對方 建立支持系統 支持系統包括 譬如這裡 其中是跟人建立 你教會怎樣跟人建立關係 以及小組 或者教友 或者親友都得到支持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支持系統 周圍的人 周圍的弟兄姊妹 或者親友父母 兄弟姊妹都是 丈夫妻子一樣 如何在他們身上得到支持 你都學處理事情的方法 學內心 處理內心 這個人才能夠全面性的醫治 即是有些人 他很優惠 你其中 沒有那麼優惠 但他不會跟人相處 他始終的問題 不會走完 那這個習慣 我想問 這裡有幾個人 你試過洗碗 走路 心裡很生氣 或者是不能夠遙恕 然後你想一想 都是遙恕他 都沒甚麼為 那你就遙恕他 或者你以前被人傷害過 覺得很受傷 然後你又想一想 其實有甚麼所謂 都這麼多年 都不用放在心上 那你就說 神都愛我 我可以放鬆 即是你會用英文 這個輔導 Self Talk 其實這個東西 聖經都可以用 聖經都有這些Self Talk 聖經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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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迷不懼拍 這些都是一些Self Talk 即是實幫我 那麼擔心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些都是Self Talk 這個裡面 會跟自己處理 有幾個人試過這件事 請你舉手 有幾個人試過 大家留意到 你有做 我做得過 那我有問題 越來越做得不好了 還有就是 如果有些問題 沒有做 那你就去做 但是如果你做 不懂做 你可以找我們 在這個時候 我給大家問 如果有人有問題 譬如你說 有些問題 我很難搞得到 我處理不到 你可以舉手 現在有沒有人有問題 你覺得 有一種問題 很難搞得到 當然我們不能夠 很詳細地說的問題 但你簡單地說 你可以說出來 我便會回應你 有沒有人想到 你說吧 給他一個麥克風 謝謝 謝謝 今天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 重複重複說一個問題 我曾經有幫過你 你有問題的時候 我都幫過你 你不可以這麼自私 大家都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可以這麼自私 你沒有後悔外面的人 經常都是這樣 你有困難 我都幫你 我們一起吃飯 接著他不會叫你吃飯 他就是叫你 你一起吃飯 然後說 重複重複說 我覺得很煩 拜託你不要再說 他叫你一起吃飯 是的 他經常要約我出去吃飯 我不去 即是他想約你吃飯 是的 有時會說 我送一部風扇給你 我說不用了 多謝 他是不是想跟你有關係 即是好一點的關係 即是做好朋友 都是算的 因為他最困難的時候 他幫我開個輪椅 他可能就記住點情 即他是坐輪椅的 是 因為他的皮膚都爛了 他的腳 整個皮膚表情 表面那層已經是lice 全部都是紅點紅軟的 我覺得他就有很多情緒 OK 這種情況 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 因為他本身有病 要坐輪椅 變成他很需要人 即是我們知道他有這個需要 而他又用了一個方法 他用了一個方法 他用了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知道他 分店他 他用了一個方法 是好像給你一些內疚 即是用一些內疚 我幫過你 你現在幫我 這樣 但他又不會這樣說 他就很軟住我 即是帶你又花圓 OK 他意思都是這樣 意思就是我做過這些事 你又沒有幫我 這樣 其實他是用了錯方法 不過我們明眼人就知道 知道他是用錯方法 但其實他是很淒涼的 他身體健康的問題 他的情緒問題 不懂得幫助 去到 即是 這樣的時候 或者說他友誼有問題 即是他都沒有什麼人去找他 其實這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明白 即是一個這麼病的人 他可能又沒有家人 即是沒有家人 即是他沒有家人 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那如果這個人要醫治 肯定不是這樣說 你勸他 你不要這樣要求我 他不會得醫治 其實他是需要整個人的醫治 是吧 整個人的醫治 所以在這些情況 我第一步醫治是甚麼 跟他崇神的關係 那我也想鼓勵你的 即是鼓勵你或者其他人 你不要覺得他要叫我 所以我做 但這個人就是需要醫治 其實他就是一個小子 我們做了一個小子 身上做的事 身上 其實這個人的醫治 是要長時間 另外一個醫治 另外一個醫治 其中一個醫治 就是要有界線 在這個人來說 你可以長時間幫他 他一會兒再說幫些甚麼 但也有界線 甚麼意思呢 有些人是很想 拿著一個人 因為他沒有朋友 你幫他 他會拿著你 永遠拿著你 永遠都不放手 每天都會找你 這樣的時候呢 亦都會對我們生命的阻礙 因為我只幫一個人 其他人我就幫不了了 這樣的時候呢 如果你這樣 我們幫了幾個 就會很大的壓力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也有時候有些人 不是那麼嚴重的 有時候依賴我們 不一定那麼嚴重的 有時候可以是一個 很健康很正常的人 但是他依賴了一個人的時候 亦都可以變成一種病態的依賴 所以幫這個人的時候 我們是幫他怎樣 找到那麼多的資源 社會的資源 因為有些社會的 是有這樣的服務的 幫助他自己很厲害 是 社會的資源 然後我們就知道 需要他幫助甚麼呢 和神關係 就是他相信神的愛 經歷到神的愛 祈禱經歷到身體的醫治 和處理他內心裏面的傷害 事實上很多人需要 很長時間的心靈的醫治 所以都是很多方面 不是一下子能夠幫助他 如果這個是我們 我們依靠人 如何依靠我們呢 我的方法就不同了 依靠我們 就是從神那裡 我有安全感 因為神愛我 所以我有安全感 我是很寶貴的 我不需要依賴人的 但是我可以關心人 而關心人的時候 有人對我好 這個是禮物來的 我就要珍惜 但是珍惜不代表 要拋住他 不是要每天都找我 但是我對他好 而他又對我好的時候 這個是禮物 但是如果他沒有對我好 我也都不用執著 這樣變成我們 其實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越多祝福人 我們就越多朋友 到了年紀大了 幾十歲 有些人做工就做不到 又沒有朋友 又親友 又要是離世 要是關係不好 自己又整天都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形容就好像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 整個花園是亂七八糟的 是爛的 這樣的時候的生命是很淒涼的 我們就不要去到那麼難才去修理 而是早點去修理 所以這一種的醫治 都是挺困難的 有些這樣的醫治 我們都能夠單獨 很長的時間 可以集體 好像我們四五鐘祈禱 我們周時 我們通常都會有的 在每個星期二的時候 你四五鐘都可以來 被服侍祈禱 和服侍祈禱都可以的 即是說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原來一個人 那些問題是 很多東西合起來 但我們都對他心裡 又沒有厭煩 厭煩呢 又是我們的罪 即是我們厭煩他 而是我做在主的身上 但也有一個界線 即是告訴他 我能夠做到那麼多 也都引導他看到 這個是禮物 你就多謝神了 但你不只是依靠人 你從神就得到恩典 OK 在這時候 我想做一個短的 其實我想大家 互相做醫治祈禱 釋放安慰的祈禱 我就想做些少先 短短的 然後想你們兩個操練 操練是為對方 你可以問一問對方 你們兩個一起 你就問對方 你有些什麼 在心裡影響著你的 那你就可以輔導他 然後為他祈禱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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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你現在就是在這個地方 神阿你已經在這個地方 神阿你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定義醫治我們 可能我们中间 有些人心里面有点压力 有点不开心 有点烦恼 有点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是很多这些负面的东西留在这里 主耶稣求你 帮助我们得到医治 耶稣你是来到叫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全身都要爱 耶稣游年轻 耶稣游年轻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定义 现在你都医治我们 现在我唱歌大家不要唱 就是想着耶稣爱我 耶稣游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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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 耶稣游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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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游年轻游年轻游年轻 耶稣游年轻游年轻 我可以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 你告诉耶稣告诉我 耶稣说 现在我被这个人影响着我 我被这个人影响着我 我心里面很不平安 我有难言的心 你就向耶稣倾诉 你心中的答应 因为这件事 因为这个人 想你 你想到一个令到你伤心 或者一个难力的我 想你帮助 你想到这两年了 曾经令到你伤心 开心 你就告诉耶稣 耶稣听 耶稣我需要你释放 耶稣我需要你释放 你将心里面的难力 告诉耶稣听 我的心里面的难力 我需要你释放 你 sobank to someone 我需要你释放 我需要你与自己 mentioned 我需要你释放 I am so 我想跟我們說 我愛你 我知道你的困難 我知道你的傷害 我知道你的心很痛 我知道你的心裏面有壓力 我知道你的心憂傷 我知道你很難受 我知道不容易 但耶穌說我真的可以釋放你 我真的可以釋放你 其實那些傷害你的人 其實他們更慘 他們跟人的關係都有很多問題 他們對人不好 所以對你都不好 他們就想回來了 他們就想回來了 其實他都是很可憐 很孤單 很貧窮 你看到他那種 很可憐的樣子 有耶穌幫助我 有耶穌說我幫助我 看到他多可憐 我的心就連韻他 其實他比我更加可憐 其實他比我更加可憐 而且耶穌不起願 他這樣傷害人 耶穌也不起願 他所做的事 他會更加可憐 他會更加可憐 其實他更加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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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不太懂得從神得到你 他也不知道他傷害人的時候 帶給人的傷害 耶穌幫我看出他 連身他 耶穌我願意連身他 我知道他其實很可憐 很多困難 所以我願意去祝福他 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他對我的傷害 我不放在心上的時候 有什麼所謂 人能把我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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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少年來 我都願意祝福他 我願意祝福他 我願意祝福他 我願意為祂祈禱 在一陣子裡 神願意祝福他 神啊 其實祂給我可憐 神願意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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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里满腾 耶稣里满腾 耶稣一致腾 耶稣一致腾 其实很多人不懂得管理他的情绪 这些人都不懂得管理他的情绪 他们不懂得管理他们的内心世界 他们和人的关系 所以他会这样伤害我 但其实他也是很可怜的一身 我愿意看上他 我愿意看上他 确实话 我愿意看上他 我愿意看上他 他心里没有平安 耶稣 求你帮助我 我真是在他心里面放下他给我的压力 我愿意看上他 我需要十个英雄 因为其实他比我可怜 我奉耶稣的命 祝福他 我奉耶稣的命 我所言说 我所言说 所赦面 所连述的耶稣 我愿意看上他 如果我有机会耶稣,我愿意对祂更加好。 如果我有机会,我愿意对祂更加好。 你可不可以说这句话? 如果我见到祂,我愿意对祂更加好。 我见到祂,我能够对祂更加好。 我能够请祂吃饭。 我能够安慰祂,能够告诉祂,我开心见到祂。 你跟祂说,你当祂来到你面前,我开心见到祂。 我愿意放下所有以往一切的伤害。 我愿意放下以往一切的伤害。 如果我有机会,我会对祂更加好。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祂,你愿意对祂更加好。 你能够将埋怨一切的怨恨化解。 你能够将一切的怨恨化解。 你能够医治一切的不好的关系。 如果这个人仍然在生,我愿意祝福祂。 有机会去祝福祂。 有机会去对祂更加好。 我愿意对祂更加好。 耶稣,我愿意每次洗碗的时候都想起。 首先想起祂,然后对祂更加好。 然后见到面的时候,对祂更加好。 在洗碗的时候,或者在散步的时候。 或者在听诗歌的时候,就在滑身。 我愿意对祂更加好。 我愿意调笑祂。 我愿意看出祂,祂比我可怜。 虽然它外面很难。 主耶稣,我爱他。 主耶稣,我爱他。 尽家词,我说尽家词,我爱他。 尽家词,我爱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